大家好,我是阿渡 我现在是在三星的介修 今天我们要看一处特别的建筑 就是我西户的显神楼 它这个显神楼所属中的不是道教也不是佛教 还是显教 今天我们就聊聊这个显神楼和显教的故事 这个显神楼它是三晋大帝的四大名楼之一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它是为宋代所建 是在明星都有重修 然而在现在也是有所加固 这个显神楼它为三层楼阁 外面有这个琉璃作为装饰 在最上方还有这个石子西山顶 整体的造型也是非常精美和独特 它这里所属中的不是道教也不是佛教 而是显教 这个显教大家可能有些陌生 但是它还有一个俗称是拜火教 拜火教它崇拜太阳和火 大家听到这里可能有些熟悉 在以天通语记中就这个拜火教有所提到 这个拜火教它是前于古博士 在魏晋时期传我国 在隋藏时期比较流行 在当时它与这个井教摩尼教并称三一教 这个井教也就是基督教 摩尼教也就是名教 可谓说险教在中国古代也是十分的盛行 据专业考证的 这三西戒旗的险生龙 也是目前我国保存唯一的一个险教建筑 这个险生龙它还有一个传说 据记载的 这个在北宋时期 当时的宰相文元博 他出兵攻打当时的骑义军 他在出兵攻打骑义军的时候 是身陷冲围 险形的被全军覆没 正在这个时候 突然天上又来了一只白猿 助他杀出充威 从此他才得以生还 再后来文元博以井还乡 他就想起了白猿 为了报答他 就在他的家乡 借修 修建了这个险神楼 谁知道后来修建这个险神楼之后 这个白猿 他不仅没有感恩戴德 他还对当地的百姓进行骚扰 所以当地的百姓就求 官娘娘将他收服 在白猿被收服之后 人们将他手机砍下来 放在这个险神楼的斗拱上 险神楼建筑 它为这个充盈的仙山顶 它上面也是便师琉璃瓦 它这上面有这个黄色 蓝色绿色 三色琉璃 参叉的斗拱 非常的漂亮 像巨鸟展翅一样 这个险教 他随着在宋代以后 这个陆地的收支路的一个消亡 海上收支路的一个兴起 险教也随后开始衰落 这些有波斯风格的建筑遗迹 也被淹没在这个历史长河中 这个险神楼 他在明清时期被朝廷视为一类 特别是在这个 嘉靖年间 当时有一个县令叫王冲 他特别敬仰这个王安波 所以他并没有损坏这里建筑 他只是把这个险神楼里面的险神 换成了刘备 关羽 张飞 这楼也改为三节影庙 只不过这里百姓 还是叫它为险神楼 他现在这个险神楼也是没有开放 我们在外面看这个建筑 也是非常宏伟 本来像这种条件是不应该来拍摄的 但是我如果离开 我不知道下个时候是什么时候过来 所以我还是想拍一下留下纪念 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就是 道教 佛教 还有基督教 这个险教 还有明教 几乎是已经被很多人忘去了 但是它确实在我们中国古代 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之前在前面视频讲到过 将白元的手机挂在斗拱之上 它这种雕塑形象 也是一个典型的波斯的形式 是他们一个险教的特有特点 我们刚才所说只是一个传说 我为了来到这个险神楼 我是走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小巷 再来到之后 有很多人在里面避雨 也有很多人在里面下棋 可谁能想到 就是在这么一个地方 这么一处建筑 它是中国仅存的一处险教建筑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 险教的一个险神楼 如果是在历史来说 这个险神楼是非常的有历史价值 好 那我们下个视频见 再见